我是来这里旅游了 那他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啊 刚好经过这里就在 就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人 哎呀 凡是戴小帽的都是从纽约过来的 大家好我是大树 订阅打开小铃铛看到最后刷时尝 谢谢各位 那这两天呢习把来了 在美帝的祖国人民的一片欢呼声中 他来了 没有同战友中 习近平必须偿还 不好意思啊 放错视频了啊 欢迎欢迎 月亮欢迎 哎呀 其实蛮有意思的啊 我们的这群爱国华侨啊 平时他们也不像美帝人民一样 在自己家里插自家的国旗啊 装作爱国 但是呢人红鬼子一来 嘿 中国国旗啊就出现了 看来爱国呢还需要点底气 不过呢 这次啊咱美帝呢是真够丢人的啊 习霸的这个到访啊 就被这个国内的驻美常驻网红啊 就一顿狂喷 以后谁要跟我说美国办事上的结果就罢了谁 要来我这边旅行山旅游呢 赶紧来 因为APA充沛 现在在这边召开 各国领导人都来了 给你们看了三天之前的旅行山拍的视频 一见到底啊 就大树五脸贴在地坛在马路上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死是活 突然站起来嗨一嗓的啊 准备一下一击一击 你们再看一次满地垃圾啊 便道旁边的水里都感觉要烟雾味了 你们看上对面 这是多少个帅子 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儿入营呢 而且这两天彻底不一样了 雕像也刷上了星期 街道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以前游浪汉扎堆的废气馆场现在游戏一边 哎 成了滑满公园和露天咖啡馆 里面还有乒乓圈桌旗盘各种烹灾等 流浪汉也都暂时搬早了 个别漏晚的地区啊 也可以看到九龄山市政府下达的最后通别 以前是三天两头零人购 各大商场超市都被打打抢陆续倒闭 现在呢 警察也开始在街头吃香上岗了 当然了就制作也没拦住更多记者被抢 现在就像 就像你在家里背着父母开派对 然后在父母回答之前 开始疯狂大扫除一样 从街头未收到治安退两天 一下焕然一些 谁说美国政客办事效率一点不低 只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愿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啊 影响到只是老百姓更何况啊 这些问题在他们眼里是赚钱的几乎点 首先治安不好 那养肥的可是金火商 这可是他们的大金子 其次养流浪汉 反正是用纳税人的钱嘛 流浪汉一多的 就毒品不就更好办了 这个利润可比老百姓吃吃喝喝高丢了 所以说你们就会发现 美国流浪汉多的地方 这玩意就开合法化 然后呢就形成了一种 对于老百姓恶性 但对于政客良性的循环 当美国人真的是看了这些问题之后 介入了一下各大职人最爱用的茬 他们就离觉醒不远了 没毛病 确实啊 这个小李啊 人怼的我是哑口无言啊 美帝呢 平时就尊重流浪汉啊 这习霸一来啊 就让流浪汉瞬间消失了 整了半天 你能解决流浪汉呢 那整的旧金山跟难民营似的 你干啥呢你 每次啊 我去完这些地方以后呢 我都怀疑 我是不是去了第三世界国家 但是人习霸的出现啊 这些地区又恢复到了正常啊 这一点就像极了咱红鬼子是吧 咱们也拭目以待啊 看看这些地区能保持多久啊 是不是形式主义 是不是真的尊重人权啊 还是尊重人民币呢 不过大家都在看着呢啊 你去捞金的时候破坏的实际是 美帝的核心价值 所以这次呢 加州的做法确实就打我脸啊 不过呢 我也要给予加州给予肯定啊 就是他给世界起到了 拥护红鬼子的带头示范作用啊 如果啊我没叛变啊 我一定给加州一个锦旗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州省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呢 就是本来啊 人习霸来了以后啊 住的这个下他酒店啊 他最开始的这个外面裹的这些布呢 全部是白色的 所以大家一看好家伙 白布啊黑车 这是不是像灵车一样 所以呢大家就至高奋勇的啊 加了几个花圈 批了几行文字 所以咱一看 喂我天呢 还真的像急了这种调念习霸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事情啊 被外界嘲讽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白布啊 外面就加了一层蓝布 这就说明啊 这帮人啊 真的是有关注海外的这些信息的 是吧 就很可笑的是呢 就是红社会到哪啊 都引起这些争议 当然呢 我觉得不管是蓝布还是白布 包下这个下他酒店啊 就是进步啊 只要继续大洒币 世界人民呢就会共同富裕走向辉煌的一刻 另外呢 我发了这个纽约粉红头子的贴图嘛 就没想到大家哎 都认识这位兄弟是吧 就看来呢 这大哥也挺火的 那我就在想啊 这个粉红头子都来了 他不可能就是不带点这个纽约的特产 来接我们席吧 是吧 所以呢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哎 这家伙还真的啊 从纽约带了一帮小粉红啊 美人值两百刀 我跟他们一起走过来的 他们一个人两百雇佣过来 凡是戴小红帽的都是从 呃 纽约过来的 我跟他跟随他们后边过来的啊 所以他们过来了就是说的话 有钱嘛 有机票也不要钱 什么都不要钱 全免过来 我为他们助政为他们养起拉罕 包吃包住还有工资啊 这是高级败有是吧 这个小粉红的业务真的广泛啊 我建议呢 咱再考虑考虑和领导赔税啊 或许还能大赚一笔啊 当然呢 有两百的可能就有更高的是吧 因为呢 咱有一个抗议的女的啊 竟然被小粉红拉进队伍里 接受爱党教育 呃 我们家在2013年 房子被这些腐败分子给枪拆了 枪拆之后就对我们家开始迫害 我父亲在这个莫名其妙被判进监狱之后 在监狱里呃 关了一年的时间就被他们迫害致死 现在距今已经六年时间 在监狱躺了六年时间 这个尸体在他监狱躺了六年的时间 至今不给我们说法 我就为了给我父亲伸张正义 让习近平看一看 我们中国人活的有多么的难 那您现在这头上是怎么回事呢 是刚才那个我在抗议的时候 迎接习近平疼的这个过程中 所有人围上来之后 用他们的手里的五星红旗和旗杆 把我围住之后 有的人拽我的头发 把我拽过来之后 袭击我的头部 当时拽过来之后 让我一下子摔到地上 然后他们用脚 狠踢我的头部 而且在这个躺的过程中 他们手里有那个漆杆 这么猛击我 当时我就是晕倒在地 你看啊 小粉红打完人之后 咱美帝警察都不抓人 所以墙内的小粉红啊 你们还整天说美国不好 这要和中国不是老铁 他冤大头吗 谁会连自己的脸都不要了 连国家尊严都不要了 去维护这个中国红呢 好吃吧 还有这个女的 说起来也是着心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皇埔区政府 在那个洞牵起站 我那就是到北京 他不是说访民可以正常的 他不是开那个访民窗口吗 我就听他的话 我们就按程序去访了 后来就找到当地 当地解访 给我关到居留所 还打压我 还关黑监狱 后来我就走程序 既然是法治国家嘛 我们就跟他走程序 走到后面 我老公一条命就没有了 人家走的是正常的上访形式 结果走到最后 人老公的命就没了 所以人家向习霸合理诉求 没毛病吧 如果我今天上访 在国内我被迫害 来到海外呢 我还被中国红迫害 你说说人家怎么能不恨这个国度 你让人家凭什么支持你 这都是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 人就这么一生 所有的美好记忆 都停留在了红鬼子这一刻 我想问问咱们优秀的魔警 你拿什么转化这群人 你还好意思压制别人 你还千里迢迢打国际电话 让这些境外势力回国接受我党的调查 主动认错 真的搞不懂啊 是境外势力傻呀 还是你们傻呀 既然大家都不傻 那一定是我傻 你们大概多少人啊 从纽约这次下来 五十多 有自愿的 有组组织的 可以几天啊 到这儿啊 不知道 还不知道的 这次来的大概两百多人 这些费用就是我们就是说呢 我们是凭自己的联盟自己姐姐 我不是特意过来说做这些事 我是旅游刚好今天经过这里 旅游团嘛 是不是 还把旅游 去旅游团 我是来这里旅游了 那他把你们带到这里了呀 刚好经过这里 就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人 一个旅游团过来 结果组织们安排我们来美国旅游 欢迎习近平 哎呀我天哪 真的是太厉害了 太有秀了 多少人想见习霸一眼 得花四五万美金 你花个五六百的机票 你就过来见到了 祝贺你们 凡是戴小红帽的 都是从纽约过来的 中国红的洞出啊 和这个美帝警察的无视 这也说明啊 民主自由正在这个国家开刀车 其实啊 自由民主啊 不是什么愤世技术啊 而是一种追求啊 追求的实际上呢 也是一种平衡 别人打我能有公正 我打别人了 也有法律 这不就是大家追求的吗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都不能给别人 说明越简单的东西 反而越珍贵啊 但是美帝人们得到这个东西呢 太容易了 所以呢 也就越来越不珍惜了 好了我是达叔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